大家好,我是小乐 这位置超精彩 据爆料 这位知性女星气质优雅 靠眼都市剧出名 本人资源逆天 但却一直不温不火 去年底 这位知性女星还被曝和影视圈大佬在海南约会 大佬一高兴还送了女星价值不菲的珠宝 这下 就算余记不说名字 大家也猜到了一位女星 那就是江书莹 去年底 江书莹就被曝和于东去海南约会 金巧巧听说后十分生气 还专门发了澄清文案 没想到 这次几天啊 江书莹又牵扯进了这种事情里 真是人红是非多啊 超能摄影杨阳说 这位知性女星的背后 布置海南约会的大佬这一位 其实还有其他大佬 那一位大佬比知性女星大二十多岁 女星还偷偷给老头子生了一个孩子 但却遭到了老头嫡子的长官 一点定位也没有 现今 这位知性女星的资源依旧很好 但本人却始终不温不火 不知道后面的大佬会捧到什么时候 虽然江书莹躺枪了这件事 但鱼姬毕竟没有实锤 大家就当吃个瓜吧 二 李双江梦哥被报代李天一移民 自打二月份李天一出狱之后 李双江和梦哥夫妇就一直在忙 忙什么呢 忙着给李天一改名 忙着给他办移民手续 他们夫妇也顺带脚去国外旅各游 一家人十分和谐 5月13日 李双江退休金每月三万的消息 再次刷屏 引发了网友的热议 有人说 李双江在国内的退休金这么高 压根不可能移民 估计就是给儿子再办手续 确实李双江的身份比较特殊 他本人是不可能被允许移民的 但他的儿子出狱后 在国内人人喊打 想要移民是可能的 想当年 梦哥在采访时说 对儿子的教育十分上心 憋着净让儿子拿个诺贝尔奖 现今再看这个采访 简直就是个笑话 像李天一这种人 也就只能在国外生活了 国内是绝对没有他的容身之地了 三 红星自爆没离婚 成全网笑话 红星和张丹峰的婚姻 简直比一地鸡毛还乱七八糟 张丹峰和经纪人 毕营一直不清不楚 多次被拍到一起约会 同居 甚至背着红星一起去旅游 让人十分气愤 网友们一直鼓励红星赶紧离婚 一个人带着孩子 演演戏上上综艺 日子不知道多逍遥 可是红星不听了 仿佛离了张丹峰就不能活一样 终于在五一期间 红星半夜发文直言 我和张丹峰不再是夫妻关系 让全网拍手叫好 可是 还没等网友们缓过神来 红星又在五月十三日发文 表示之前只是吵架了 其实我们没有离婚 道歉占用了公共资源 这下 网友们纷纷表示 红星真是烂泥扶不上墙 明明可以利用这波流量付出 却偏偏又被渣男哄回去了 咋这么不争气啊 也有网友质疑说 这篇澄清文案是红星发的吗 红星一直用繁体字啊 这文案怎么成了简体字 还专门撇清了碧莹 简直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啊 甭管这篇文案是不是红星本人写的 但凡能发出来 绝对是经过了红星同意 他本人也是要负责的 也有人质疑 这次离婚闹剧是红星和张丹丰在炒作 为后续的直播带货做准备 现今 红星因为出尔反尔的事 已经败光了自己的好感 后期如果他真的离婚 估计就再也没有人同情他了 四 梁安琪名下财产曝光 太好了 外界一直知道赌王的太太们很豪 但到底豪到什么程度 大家却懵懵懂懂 5月13日 赌王四太梁安琪名下的财产被曝光 齐豪的程度让人咋舌 这次梁安琪登上香港富豪榜 位列第32位 齐名下财产也被曝光 据报道 梁安琪光是财产名录就罗列了整整28页 其中包括223套房子 116栋写字楼 11栋商业大厦 70个铺面和200多个车位 其他的诸如厂房 土地 酒店 高尔夫酒厂 投资公司等若干 让人看得眼花缭乱 虽然梁安琪很豪 但他的子女们却不争气 并未获得赌王过多的青睐 反而是二房蓝雄英的子女们超争气 在香港富豪榜上 何超雄以22位超越梁安琪 他的弟弟何游龙以46位上榜 一家人各个豪气 梁安琪一个人的力量虽然不小 但和二房所有子女们比起来 还是差一丢丢 而且梁安琪的几个子女都比较弱 压根撑不起大场面 日后也肯定不如二房的子女有出息 5 TVB事后当小三 陪睡一晚二百万 蔡思贝是TVB里捧的女演员 还曾拿过TVB万千星辉事后的奖杯 在香港人气很旺 不过也有观众嘲讽说蔡思贝演技平平 她之所以能拿奖 纯粹是矮子李念拔将军 演技一般也就罢了 她的人品在最近也遭到了质疑 因为她被曝出了甘当小三 陪睡一晚二百万的丑闻 早些年 蔡思贝就飞闻平传 温家伟 麦秋成 林诗杰 郑俊红 罗仲谦 王浩信等人 都是蔡思贝的蓝颜之己 这几位蓝颜之己 其中大多数都有自己的女友 但蔡思贝却毫不避嫌 多次和他们约会 让他们的女友十分生气 尤其是王浩信 已经有了爱人陈自瑶 但依旧和蔡思贝亲密无间 她也被冠上了小三的名号 前阵子 蔡思贝和胡红军正在交往 两人还见了家长 一次好事将近 可是谁能想到 最近的她又和一位娱乐公司 高层走到了一起 据悉是被对方 以二百万亿碗包养了 虽说这是本人并未承认 但无风不起浪 六 女网友控诉张雨起 前夫袁八元是老赖 五月十二日 有一位叫做爱丽的女网友 在网上公开控诉 张雨起的前夫袁八元 玩弄她的感情 还家报 欠债不还 人品十分低劣 据左爱丽爆料 她和袁八元之间 有一个孩子 但是男方从来不管孩子 一点责任感都没有 两人分手之后 袁八元还四处说 女方的坏话 甚至和朋友说 左爱丽欠了她几千万 左爱丽起不过 只言你这种老赖 我都不想理你 你还自己撞上来 我会整理证据 重新曝光你 当时袁八元和张雨起 离婚时 张雨起就曾说 袁八元欠了她三千万 现今左爱丽也说 袁八元是个老赖 看来张雨起所言非虚 左爱丽还说 袁八元在外欠了几个亿 但却依旧住着大别墅 简直无赖至极 5月14日 左爱丽又爆料说 袁八元追了她大半年 一直对她嘘寒问暖 她以为是真心 就答应了和对方在一起 不料 有一次袁八元喝醉了 无意之间和左爱丽说 之所以一直穷追不舍 就是想让她怀孕 报复她一下 实在是太垃圾了 除此之外 女方还爆料袁八元家暴 冷暴力等 妥妥的渣男一枚 如此看来 这个袁八元人品真不咋低 难怪和每一个前任都闹僵了 都是自己做的 这位叫左爱丽的网友 之前经常在网上晒照片 看起来十分性感漂亮 和张雨起的风格竟然很相似 有颜值有身材 还不缺钱 没必要在一个渣男身上浪费时间 美女还是去寻找更美好的生活吧 看了这两天的瓜 还真感慨周末都不休息 桂娟还真暗啊 然后你 が起飞了 那么 现在 女兵